好的那我们这边首先给大家来讲到关于这版本 闲者斗士的 构筑 因为这版本我给大家说到我其实不对签大家用闲者赛勒斯上分 那 这里的话呢还是讲一下就是标准的 4费的4只斗士要怎么样去构筑阵容会比较好 因为在前面是没有讲到的 那基本上呢 闲者赛勒斯 我在影片中有给大家介绍到 不过是闲者赛勒斯看影里心都是会有相对应的 相对应的关系的羁绊牌 所以可以看到跟看影有关的是收割跟里心有关的是决斗那跟 赛勒斯有关就是斗士 所以通常你会看到人家的闲者赛勒斯教大家玩4斗的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玩到后期的时候有可能后期是不要 螳螂不要剑魔不要基亚纳的不论你养是 以上任三只哪一只是非的斗士 为什么会这样说 以看影为例看影开收割的最重要 目的是让看影能够达到接近百报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出装 假设我是夜色 正义加上这个水银的话 那其实他就算不放这个卡丽丝 也可以有百报的情况 然后以右边的里心来讲的话呢 则是可以直接 在后期拿到刀妹以后是完全不需要基亚纳的因为他可以 有更上位的悟空跟 刀妹去开出更好的羁绊来 所以 不论是你玩哪一个在 后期都会很考验玩家就是 去把阵容的上限再给网上提高的一个功力 那 也像我公主讲到的就是你要先至少知道就是说 OK你相对应羁绊有关联的人会是哪一些为主 那以 闲者来讲跟卡与这边贴比较近的自然就是摩甘娜因为可以开痴妹王亮 以里心这边来讲贴最近就是戴安娜 然后再根据像有观众问到说如果我今天没有转职的情况下 我要怎么样去选择去开正常的八等阵容那 我这里也说一下如果你没有转职我是绝对不会在 八等的时候就考虑就是可能放这个 这个六天界的 因为六天界就算你跟运气很好你很早就进入悟空好了那其实强度 大概率也不是真的那么够只有一种情况下你是可以用六天界去做 为最终阵容的选择就是你今天 是一个 大连胜然后你在这个四章节可能还有90血那你用天界过渡然后而且很快的滴到卡尹跟李星二星 那这种过渡方法呢我们才会选择用六天界搭上 就是像这边 用他的机盘去做凑合的一个方式去做过渡 所以因此大概常规都会选择是 八等低竿然后低成闲者 前者的一个模样 那八等低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来到一些关键的四费卡 一律 我在低卡的时候我会把比较版本强势的 四费卡全部给抓下来去做 拼多多的打算 那 这四张坦克都是 会很多人要的 所以 你会看到我会有 拼奥恩跟 拼加里欧的 安妮跟大迪五十虽然比较少 但是也是会有顺便拿起来用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在斗士 留下来的基础的 保障前提之下呢 在八等去大低然后低完再根据你的情况去做 前者的补充 那我这边示范一次如果说我今天八等低到了一些奇怪的无非卡或者是 今天 八等 OK我的构筑会是什么样的 以我最熟悉的天降卡影来讲好了 我们在八等低牌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 低到卡影二星之后呢 我们在 留牌的时候会顺 顺带的就把卡丽欧留下来 那 卡影已经二星了 如果说我中期真的低得很烂 我没有办法出任何一个四费二 那我们会选择 先使用 呃 这个 迷你去做过度的 这个 打四张节的中期一个质量 那 中期四张节就会由卡影延伸出一个 四次美王两然后再加上这个卡丽斯 那 这样子构组完之后呢我会再根据进 后面进牌如果说你今天进到了加里欧二星或者是进到了这个 二二星 那就是会根据这里去留下 相对应的关系系细绊那你很简单的吧建模对应加里欧 是很对应二二 那在这种前提之下呢 我已经拼完了大概的这个主轴这样子就已经占掉了你人口的八人口 但 通常在这里我们后面有可能会滴到瑞空或者是滴到悟空 如果滴到瑞空或者悟空呢我们就开始拆掉一些比较没用的羁绊像这里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选择把这个四次美在后期给下掉 然后选择去上 奥恩乌迪尔 然后加里欧雷文 那 这样子完成一次阵容的升华 那也是这样子的拼法之后呢你就会变得更强一点 然后 同样的就是你随时如果要补的话你可以去补上索拉卡跟悟空 因为索拉卡跟悟空可以帮助坦坦开始天剑 然后也顺便有这个服装意识 在服装意识的取舍跟你的这个质量关系的取舍之间你要去选择一个比较合理的 那 通常坦克只会抓一只啊通常不会抓两只坦克就是你看谁服就用谁 那你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就是 你的斗士才能够有好的发挥 之所以要是坦克的原因是因为虽然你是斗士当主司 但如果你的前排暴斃的很快呢 呃大家的集火目标会在第一时间就 转到你的这个 斗士身上 所以 不建议你 在 太早期就是不抓坦克或者是不抓这个4倍质量 4倍质量在8等低的话就是有2就用了 因为这版本是不是卡太强 下版本的话 还会不会这样拼那我会再做观望跟更新 好那如果假设你今天你胡的不是看影的话 我们今天如果以李星二星来讲 我们今天胡到了李星那最优先的就是一定有基亚娜跟戴安娜在你没进刀妹的情况下 会优先考虑这两只 那就像有观众问到的如果要有四龙地的考量的话那我要怎么选 因为有四龙地考量就都以为着你一定有瑞空 有瑞空的话那就你就相对应的要拿去 真那 这其实跟95的概念是一样的 早期的95教学 忘了没有做成教学影片但是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些四人组的一个 配搭 配搭 你这个天龙的四人组是一个不会动的那你 相对应的有的决斗就是你还要帮忙开一下 然后再根据你精道的卡片 像 今天好了如果我今天是李星已经二了我可以选择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往高决斗去开 所以熊怪小炮 加亚树 呃跟 达瑞斯对 然后这样子是也是能开六决斗的 在你没到妹子前你可以先顶一下 那相对应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留决斗打工牌你也抓不回这些决斗的话 我可能就会选择 四决 然后先顶着用 就是跟刚刚四吃妹一样的道理 那在后期 阿亚一来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些比较杂 没有用的人给过渡到小炮 过到阿亚一身上 那相对应同样的就是在根据你低道的人 你的质量高谁你同样的 像我影片就会很明显的实战范例 不是直接二而无敌二了 二无敌二也是一个很明显的 好队子组合 那同样的如果你今天是进 后排进的是法系人 法系人的话可以考虑赫威阿齐尔 但 赫威阿齐尔这边要变成天龙95呢也是OK的 这就是 这里的变法就会比较 吃前排的二而的质量 这版本要这样变会比较难 也是可以选择这样去变的 这就是 在这个版本里面我去做到的一个用斗士上分的 算是闲者flex吧 那也就是说先的flexbook就是说 把 95的概念 玩到 8等去 那 以4费卡跟 嫖到的5费卡作为构组然后去滑水 上到9等 那这台版本都是该有的样子跟你如果想要吃大分 你就必须让去玩斗士才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再来说到我装备可能没有讲的很清楚的 部分就是 这个装备的部分啊就是 巨人杀手是我一定要出的嘛 然后 在绑定巨人杀手的前提下呢其实 斗士有个最大问题就是斗士 哪个装备都想要你基本上 不论是写手 银血 正义 水银 一大堆斗士装你几乎是能想到都能想出所以 因为斗士本身要C的话就是斗士没办法 只靠 拿三件大装就carry全场所以 他才会这么需要这个辅助道具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 有辅助道具有可能要秒拿的原因 那在拿征服装置的时候啊 原则上就是 战力类也能拿的先拿然后有辅助道具类的也能拿先拿那 这个 样子 在玩的时候你的斗士自然就不会太差了 你可以选择在 那如果你真的不是很确定哪些征服装置是强的 你可以在上面看一下就是说OK 我用哪一些 征服装置去选择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最好是相对应的去增加一些 呃 选择不然他在那边选出来很多时候是 不太好的 像李星你可能就要选个六绝斗或者是七天剑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大数据上来讲这些数据比较难查 靠大家多玩才比较会知道怎么玩会比较好一点 好啦 那以上是 根据 今天 出的教学内容的 对于 这个部分的补充 那希望大家 有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